若是對道場有留戀,就不能往生 真正修行人的道場何在? 盡虛空,騙法界 都是道場,都自在啊 而我的道場就是這些機器 我走到哪裡,機器都跟著我 每天獎金都從網路上傳播 這就是道場 道場是盡虛空騙法界 我們要建立這種觀念 此觀念就是三種真實力的 祝真實會 能祝真實會 能明瞭宇宙人生的真相 然後才能做到第三個 會以真實之力 幫助別人 把真實的利益布施 供養大眾 無量受精的這三個真實 黃念祖老騎士在註絕裡 特別提醒我們要注意 這三個真實代表整個活法 不但釋迦牟尼佛的活法 不理這三個真實 十翻三世一切諸佛如來 所修所弘的也不出這三個真實 在二十多年前 香港洗塵法師 沉到台灣來看我 我跟他建議 我們找五個真正日紅道合的比丘 到全世界紅華立身 我們每人被一個小帳篷 晚上將五個帳篷圍在一起 世尊當年是住下一宿 我們現在體力不夠 所以住上棚 他聽得很歡喜 最後人事不了了之 那是真正出家人 應當過的生活 潑潑的生活 增加一點點啊 增加一點點就把它沒有 不是一段 我在中國 糧香有一塊地 面積是三千三百畝 糧香出石頭 我們就地取材 蓋石頭屋 每個人一小間 每個小屋的距離 走路三至五分鐘 裡面供水不供便 沒有電話 這樣人就清醒了 晚上等小蠟燭 叫你早睡早起 天黑了就老實睡覺 天上未亮就起來做早課 上課有一個多功能的大廳 拜佛供修 活動 有一個大的活動中心 其名為 秀和堂 我們的果木樹很多 有幾千顆固齒 道場稱為善果林 眾善陵得善果 只要真正發心 一切有三寶加持 榮天賦佑 阿彭佛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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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